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答案就是让品牌差异化显得可信的证据 这种证据在定位理论中称之为信任状 品牌三问是品牌与顾客最重要的沟通 顾客面对新品牌本能得想知道这三个问题的答案 因为这是顾客了解一个品牌最省力最高效的方式 品牌经营者清晰准确地回答这三个问题 能够大幅度提高沟通效率 让品牌快速到达顾客心智中的正确位置 品牌三问随着我的文章已流传甚广 但有人自作主张地将第一问改成了 你是谁 结果反而产生误导 你是什么 答案只向品类 是物而非人 但你是谁 则暗示一个人格化的答案 偏离品类 更有甚者将第一问改成 我是谁 连沟通对象的暗示也没了 变成了自言自语 因此品牌三问的问法最好一字不改 言归正传 本节课主要讲品牌第一问 你是什么 它的答案就是某个品类 品类这个词在前面几节课已经多次出现 但并没有给出正式的定义 定位理论创始人之一 阿尔里斯先生在品牌的起源艺术中 正式奠定了品类概念 在定位理论中的核心地位 对定位理论的发展 做出了巨大贡献 李斯先生从生物进化论得到启发 发现商业也是一个演化中的生态系统 而品类则是商业的物种 具有和生物物种相似的演化规律 比如进化、分化、衰亡 但抛开启发性的类比 品类的正式定义是什么呢? 品类的正式定义就是 顾客在购买决策中所涉及的最后一级商品分类 由该分类可以关联到品牌 并且在该分类上可以完成相应的购买选择 比如提到可乐 顾客就能够想到可口可乐 提到空调 顾客就能够想到蛤蜊 提到矿泉水 顾客就能够想到龙夫三泉 提到超市 顾客就能够想到沃尔玛 因此 可乐、空调、矿泉水、超市 这些都是品类 然而有一些分类 顾客在购买决策中确实会设计 但不是最后一级分类 顾客并不能基于该分类完成购买选择 而且 该分类通常也关联不到品牌 这样的分类概念就是抽象品类 为了强调与抽象品类的相对性 有时也把品类叫做具体品类 比如 在装修的某个阶段 顾客会说该买电器了 电器这个概念 是顾客真实用到的 但如果家人让你去买一台电器 你一定会问 什么电器 空调 冰箱 还是洗衣机 又比如 现代人关注健康 每天要吃水果 水果这个概念 也是顾客真实使用的 但如果家人让你去买水果 你多半也会追问 想吃什么水果 苹果 橙子 还是香蕉 因此 电器 水果 都是抽象品类 抽象品类 加上表示销售场所的字眼 往往可以转化为具体品类 比如 电器可以转化成 电器垫 水果可以转化成 水果垫 分别可以关联到 苏林 白果园 等品牌 因此 电器垫 水果垫 不再是抽象品类 而是具体的渠道品类 渠道品类涉及 品类三界论 且按下不表 除了品类和抽象品类 还有一些分类概念 比如 白电 除电 顾客在购买决策中根本不会涉及 只是业内人士或行业研究者才使用他们 但有的企业不明就里 把他们当作品类和顾客沟通 比如有品牌说自己是白电专家 也有品牌说自己是除电专家 在这种使用方式中 白电 除电就成了微品类 也就是虚假的品类 为了强调与微品类的相对性 有时也把品类叫做真品类 微品类是常见的营销陷阱 当企业涉足多个品类的产品时 很容易发明一个企业内部的分类概念 去概括这些产品 比如方泰曾经宣传 方泰高端锄电专家与领导品牌 当只有方泰做广告时 它的销量增长不错 因为有传播甚至无传播 但竞争对手也开始做广告 并大力宣传 老板大吸力油烟机领导品牌时 形势就发生了逆转 因为除电是微品类 而油烟机是真品类 品牌只有明确品类归属 才能有效对接顾客需求 这是因为品类还有另外一个定义 就是满足需求的具体手段 而且被顾客以自己理解的方式 做出的分类 因此每个具体品类 都对应着顾客的某种具体需求 明确了品类也就对接了需求 如果一个品牌不明确它归属的品类 或归属于一个微品类 顾客就很难在产生相应需求时 想到它 我有个学员做的品牌叫中草级 一开始生意清淡 但当他把门店招牌换成中草级化妆品之后 生意一下子就好了很多 因为明确了品类 顾客知道了中草级是什么 静电率就大幅提升了 海底捞已经这么大名气 但他依然在门店招牌上著名 海底捞火锅 就是为了明确品类 有效对接顾客需求 这种做法值得众多餐馆学习 关于品类 还有很多重要的知识点 比如品类的净化 分化和衰亡 非常类似于生物界物种的净化 分化和灭绝 品类净化就是品类的不断完善 变得功能更强大 性能更稳定 使用更方便 性价比更高 可以想象 鞋子品类的起源 很可能是因为某个原始人脚底受了伤 就用树皮包住脚走路 结果发现非常舒服 于是伤好了之后 仍然喜欢在脚底绑上树皮 最原始的鞋就这么诞生了 然后就不断净化 比如为了让穿鞋和拖鞋更方便 于是有结构的真正的鞋子就出现了 不再是原始的捆绑方式 品类净化现象无处不在 智能手机代表着品类高速净化的例子 它净化的速度非常快 不断升级换代增加功能 它已经净化得如此强大 几乎消灭了照相机 收音机 录音机 手表 闹钟 手电筒 钱包 等其他品类 当然 也有不少品类进化较为缓慢 比如可乐 扒鸡 饭碗 筷子 而品类分化现象 则是更为强大的商业力量 因为品类分化导致新品类不断产生 创造了古人无法想象的 丰富多彩的现代生活 而开创和主导一个新品类 则是打造强势品牌的最佳途径 商业的历史表明 绝大部分强势品牌 都是在品类兴起的初期打造出来的 而品类的分化 遵循着一定的规律 和物种的分化很相似 首先 品类的进化更好地满足了顾客需求 对品类的需求就会越来越大 但也会变得重口难挑 比如随着鞋子的进化 穿鞋的人越来越多 但不同人对鞋子有不同的要求 有的要求柔软 有的要求结实 有的要求透气 有的要求防水 有的要求时尚 个性化需求其实是无止尽的 但是当品类总规模很小时 个性化需求就达不到经济上可行的规模 所以没有人去生产 但品类成长到足够大规模时 个性化需求也能达到经济可行规模 于是就会有企业针对该小众需求 去做差异化的产品 当差异化大到一定程度时 顾客就会认为新产品是不同的品类 这叫做认知隔离 认知隔离是新品类形成的标志 就像生殖隔离是新物种形成的标志一样 以鞋子为例 为了方便随时穿和脱 出现了没有后跟的鞋子 和正常的鞋子很不一样 顾客就认为那是一种新的鞋子品类 脱鞋 鞋子品类分化的方式很多 比如用完全不同的材料 顾客就认为是不同的品类 例如草鞋、布鞋、皮鞋 除了按材料分化 还可以按用途分化 比如运动鞋、老宝鞋、雨靴 而且这种分化是没有止境的 品类完全分化之后 原来的品类就变成了抽象品类 早些年运动鞋是一个具体品类 一双运动鞋 什么运动都能穿 但现在运动鞋已经变成了抽象品类 如果家人让你去买一双运动鞋 你多半要问 什么运动鞋 球鞋、跑鞋还是旅游鞋 早些年一双球鞋 什么球都能打 但现在连球鞋也变成抽象品类了 它分化成了 足球鞋、蓝球鞋、羽毛球鞋、网球鞋、高尔夫球鞋等等 由于顾客是有众多个体组成的 不会一致行动 所以存在品类分化标准不统一 分化程度不统一的现象 例如 沙滩鞋是从凉鞋还是拖鞋里分化出来的 没有唯一标准 也不需要唯一标准 分化程度不统一 是指在不同顾客中品类的分化程度不一样 对应着品类的不完全分化现象 比如在葡萄酒重度消费人群中 葡萄酒已经分化成黑皮肉、几百辣、赤霞猪、气泡酒、贵福酒、干白、冰酒等品类 而在小白顾客中 葡萄酒也许只分化成了红葡萄酒、白葡萄酒两个品类 品类不完全分化现象 往往预示着某种趋势 因为任何品类分化都是从少数顾客的认知开始的 不可能一夜之间家喻户晓 这种不完全分化 能否扩大到广埔人群成为完全分化的新品类 这是企业家要去判断的重大问题 也是识别新品类的机会 定位圈有一个争议性的广告 狼酒中国两大酱香白酒之一 主要反对意见就是 很多顾客都不知道酱香白酒这个分类 实际上白酒重度消费人群 大多知道酱香白酒这个分类 而且知道其代表品牌是茅台 因此酱香白酒是白酒品类的不完全分化 酱香白酒味觉区分度足够高 将来很有可能成为广埔人群接受的白酒品类分化 品类的分化是无止境的 但现存的品类却是有限的 因为品类也像物种一样会灭绝 地球装不下无穷多的物种 同样顾客心智也装不下无穷多的品类 新品类的产生就意味着竞争 就意味着老品类的顾客流失 造成老品类的衰退 当顾客流失到失去经济可行规模 企业就会停止生产 导致品类的消亡 比如电灯消灭了煤油灯 也消灭了作为照明用途的蜡烛 而从蜡烛品类分化出来的 生日蜡烛香烛烛还继续存在 所以品牌的生命力取决于品类的生命力 当品类消亡时 品牌也会随之消亡 但企业可以用新品牌去把握新品类机会 而获得更长久的生命力 绘制品类分化术 有助于把握品类分化趋势 发现新品类机会 小结以下 任何一个品牌都应当清晰地向顾客回答三个问题 你是什么? 有何不同? 何以见得?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品类 品类是顾客完成购买决策前的最后一级商品分类 由此分类可以关联到品牌并完成购买决策 品类也是顾客对满足需求的手段的分类 因此品牌明确品类归属 才能有效对接顾客需求 品类和物种一样存在净化、分化和衰亡现象 品类分化是新品类和新品牌的主要来源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次再会 品牌者 品牌